大家好,我是宝妹 欢迎我们所有这一项亲的朋友 收听我们一百空八年 在二位二千五 礼拜五 赶快是阿宝老师和宝妹 在这里为你所顾不出奇 两点钟的新郎保险 好了,我们删想的曾阿伯 我刚刚就看到她的电话了 我先接一下,我们天就没有 待会我们听到老师 连删 那我不晓得曾阿伯要说什么 他挂掉了 那一天因为电池的关系 所以没办法接同他的电话 但是如果阿伯 你如果没啥起来 那你再打过来一下 好了,我们一样呢 欢迎我们孙姬旁的朋友 待会有任何住宅 选用什么的事情 做不方面的问题 我们不清楚 不了解 咱咱的COIN专线 6338601 来,今天来到我们的 星期五 拜五了 好朋友已经来到礼拜五了 今天是不是觉得 特别有那种周末的感觉 你一定说感觉奇怪 为什么宝妹这样说 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冷啊 天气冷跟周末有什么关系 对啊,我觉得好困难日记 尤其是拜五的阿伯 来一点点这样的温度呢 是挺好的 这样还差不多 就是,这种温度不太有什么 这个当年的感觉 其实也没有说多冷 就是比之前呢 有点冷一点 因为之前,今天天气冷是太热了 太热了 这有万个人呢 现在呢,降丹波的温度 你就可以觉得,天气就比较凉了 好啦 所以这两天呢 让你觉得 是不是这样的温度呢 刚刚好 好,阿伯老师好 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五 我刚才在听说 今天呢 跟很几天的感觉就是 天气呢,转凉了 我们 刚刚呢 这个线上的 曾阿伯好像本来要讲话 没有机会让他讲 没关系啦 刚才 如果阿伯 你在美国 加州 你刚好又有在收音机旁 因为他都听到网络 如果你有听到 你有话说 你跟着算 我们等一下呢 再来接听你的电话 来,今天来到礼拜 我们距离吃尾牙的时间 剩下一个星期呢 有快吗 很快 一个星期 时间 这个周末呢 这个休息日记 我会把我们所有的桌次 先排出来 拜日到拜日 我们就会陆续通知有报名参加的听友 所以如果有报名的朋友 在礼拜一、礼拜二 两天的时间 包括拜三 休息 虽然说休息 没关系 我还是会 找时间来通知大家 因为分配 会让我们统书到三更多 毕竟呢 四五百人 要通知 没那么快 那如果你没有接到通知 但是你有报名 你一定要主动 卡电话来问 奇怪 为什么没问题 是因为 加劳稼 还是说 诶 如果是我们没有登记到 还是说 忘记带你通知 这个部分 一定要确认 因为我们的桌子 会确定 当然不至于说 你已经报名了 让你没位置 我也会怕没有位置 因为 在那 叫办法是这样 不可能说 你临时又加 加一块 又加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 在那 上合吧 就是也是请他们 他想说要增加 这个桌子 不行 没办法 又是不行 你如果叫 你就是要出 所以我们好朋友 请你们务必记得 如果你有报名参加 到时候 如果没有通知到你 你来 打个电话 确认一下 好 这是我的事 那至于一些 什么详细的情形 在这边 加主意跟大家 来公布 这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小时 我先把我们 相机旁边的 听众 说报告一下 这是我们 1999年 对地 历史困境 会给予的一个 相关价位 这一般你的对象 就是有 有 心情 专做 或者是客做 生产困境 为何的这个 众来 就是以八十三 一直到九十二年 这段时间 做为一个 既既年 这个 在那几十年里面 任何 一档 你当自己的 作物 你有种水条 或者是说 你有客友 种这个 感情 在这方面 都有定期有案 我们八十三 一直到八十五年 你也有 争一个 保险 受冠的 赞留 这是说 好朋友 你有参加到 中美生産 和中产 专做家围 在这专做 休坚 也是 有 有案的 参与 你就可以 来申请 而且 可以来 直接 领到 土地 这种 相关 给付的 一些资格 总共一句 就是说 现在 要鼓励 大家 可以 休坚 详细内容 待会我们再 找时间 跟大家 再做一个说明 因为 我不好意思 给阿伯 担心 他的电位 有过来 所以我先接一下 喂 阿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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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很不好意思 那青春是电梯 没有电了 所以你的电位 一直都 我跟你说 我 靠下 你在说 我有听 但是 我在说 你听不对 对对对 就是听不到 对对对 现在可以听得到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嗯 我跟你说 我像 拜托阿伯 看巴拉伯 怎么做啦 吼 有一点 建议就是说 你们 在广告 我給聲音可能要做比較水 還有聽眾卡進去 譬如我卡進去 我知道 聲音卡要洗聲 我身體比較大聲 可能在網路方面要稍稍稍稍稍稍 好 阿婆還沒上線喔 阿婆在上線啊 他已經上線了 你有聽到嗎 他有 他有聽到 你就是要叫他講這個阿還有什麼問題嗎 意思是說我今年種的芭樂不知道什麼 是很多很多 吃不去做芭樂館不知道什麼 但是我用一個方法 就是把芭樂放在林董口 就拿來貼兵 載到裡面寄蚵蚵蚵蚵什麼 啊 不過今天我們就把芭樂 把芭樂 三四個我還定用 我用幾個百顆下去做 那個那個 臺灣說那個芭樂館 那有時候 做作的感覺說 怎麼會 無緣無故又熟熟不知道 要熟悉了嗎 我不知道 所以拜託 阿婆老師先 教授一下 好 好 這樣好喔 這樣就聽太多喔 好 對對對 謝謝 好好 阿伯謝謝喔 你在家中 再見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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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阿伯老師來 來這個芭樂館 其實這種東西還蠻簡單的 就是說你還是要做 要做這個芭樂館 不會說很困難 就是說 最好這個 其實芭樂館 最好不要把紙拿掉 最好不要把紙拿掉 因為那個地方很甜 那個芭樂館 那他烘過之後 當時他那個芭樂館 你要吃的時候 稍微把它搖一搖 這樣 搖一搖 它的芭樂館就流下來 所以呢 你如果是說 要去做這個東西 這最好是不要 真的喔 最好就是說 不要去把他 不要去把他 這個 不要把紙拿掉 因為他那個芭樂館 你拿掉芭樂館 最甜的那個芭樂館就不去 那那個芭樂館 就比較科學 這樣 所以這通常是我們 在這個 在做的時候 那麼應該是有一個 這個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所以 可以讓你稍微做這個 了解到 那麼你做起來 會比較適合 這有時候 因為那裡有一個這個 這個過程 譬如說我們 在做有兩種 做這個芭樂館有兩種不一樣 一種是 是不提籌 沒提籌 它也不加糖 這是一種做法 另外一個是說 他把自己磨掉 但是他有參糖 這是第一種的 第一種的做法 我是比較建議 如果可以 你是做第一種 不要做第二種 這個第一種 因為他的芭蕾 芭蕾罐 如果他用污渡 譬如說我幫他切一切 你用家裡有口香 或是用不沾鍋 你幫他擺擺 用慢慢的 稍微幫他處理 這通常他就可以把他放污渡 這個稍微是一個最簡單的 這種的作法 專業在做絕對不是這樣 專業在做的時候有一個流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自己要做 就是用口香渡就好了 用這個烤箱 先把他用口香渡 還有一種 結合專業的作法 但是我們是利用 我們沒有那麼好的設備 我們沒有做任何的食品 這個添加劑 但是你如果覺得芭蕾比較濕 你可以用一點點糖 其實我還是建議不要用糖 不要用糖 吃起來稍微燙 但是那個東西其實對身體非常好 所以最主要是這種情形 如果真的吃得很順口 其實還是要把對面切下去 裡面我們的芭蕾 把它磨掉 你把它磨掉 磨掉的時候 他在吃的時候就沒有那個芭蕾 這個問題 但是你如果是沒有用糖 假設你如果是沒有用糖 你就是你把它切 在切的時候 不能切對面 你一定要切一塊一塊 你把芭蕾切成薄 差不多 最好在這個0.3公分到0.5公分的 這個中間你切薄薄 下去烤 因為薄薄在烤得更快 用這個烤箱去烤 差不多一百度到百二度的地方 稍微烤一烤 烤一烤 因為我們切薄 所以它的材料 可以稍微把他吃 你有看到 你用那個芭蕾切成薄 但是心目的 這種效果就很好的 那麼 還有另外一種 一個做法 就是專業的一個做法 他通常就是 他在應用的時候 有時候就有一點比較嚴重 但是就是說 他會去用一些這些 這種病工芭蕾做出來 要有那個色比較漂亮 因為我們自己做的色 不會是漂亮的顏色 所以他通常是要 利用一些定色的這個東西 這個裡面 做定色的這個東西 裡面有一個食品添加劑 這個東西叫做 這個亞磷酸鈉 這種的這個性分 那麼這種的這個性分 這是在我們 算在我們台灣 這個衛福部裡面 它是一個 這個亞磷酸鈉 一公斤裡面 不要超過三克 每一公斤裡面 不要超過三克的時候 一種東西都可以用 這個焦磷酸鈉 焦亞磷酸鈉 這種東西 所以這可以去 去用它 這個沒什麼 這個沒什麼要緊 就是說在台灣 這個東西是可以去 去做一個這個食品的添加劑 這個做起來 那個白痴酸 比較 有一個這樣 很 比較柔軟 吃起來那個口感不夠很好的 這是 藍食品 藍食品 藍食品添加劑 這個東西 在這裡用 這個焦亞磷酸鈉 以外 可以用藍食品添加劑 藍食品添加劑 大概就是100 也就是百分之0.2 100公斤 就是200克 你就是100公斤的薄荷 你就用200克的這個 這個用量 大概是這樣 你把它添下去 這個顏色可以保護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通常是這樣 我們一般若是說這個劑 你若是 把他打掉 你打開 先對面 把那個劑用 用湯匙 把那個劑抹起來 抹出來之後你把它切 切到差不多 不要超過一公分 一條一條 這樣 等了等了 把他添加這個 這種 濾化鈣和焦亞磷酸鈉 這個東西 他會把那個石固定 浸一波 有的人會浸一點鹽 就是說用鹽去固定那個石 他比較不會 因為他的變色是一個 我們剛說過 就是叫做梅拉氏荷變 梅拉氏荷變 所以 這種東西 它的鈉其實可以去固定 這個顏色 再來就是說 它的口感會比較好 直到比較不會這樣糊糊 這是這個焦亞磷酸的一個 這個光靈 但是在這個我們在做的時候 盡量 你說這兩種我都沒有要用 沒有要用 你就用一點點 給他加一點點 這個檸檬酸 加一點點 一點點的一種鹽 這個把他 企劑不要太鹹 這樣浸 他就比較不會變色 不過他做出來 顏色還是會差一點點 這是第一個 你先把他 把他泡好一點 再來把他泡好一點 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把他顏色固定 要固定 你是不是把他泡好 沒有我們用一點點的鹽和檸檬酸 檸檬酸也是會塞 維他命C也是會塞 他的芭拉就不會變黑 把他泡到水底 然後來給他喝一個熱水 喝一個熱水 熱水給他喝滾 現在這個芭拉 稍微把他倒下去 倒下去 倒下去 不要全部 譬如說你 因為我們家人在做 水不要太多 你就水滾 放一些芭拉下去 滾差不多兩分鐘 你把它勾起來 把他泡大冷水裡面 你把它泡過就對了 稍微把它泡一下 稍微泡一下 稍微泡一下 你把它泡好 泡在冷水 所以再來我們就可以開始來 泡一些糖膏 就是說你用一些糖 把他燒 這個糖量差不多是百分之十 譬如說一公斤的水 二十公斤的水 就是一公斤的糖 這種差不多百分之十的量 你把它用 這種糖最好是用白糖 你如果用紅糖的有一個雜味 所以一般來說 尽量就是要用特砂 用白糖 用白糖 要用白糖 讓它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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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們現在 將它 這個 算是 是不是 那個芭拉泡冷 泡冷了 泡冷了之後 你把它泡在糖水裡面 泡在泡 大概你泡 泡一個 時間後 你還要把它勾起來 把這個糖勾起來 一般來說是泡價米 就是說你把它泡泡一米 泡一米 泡一米 你看有的人 如果要比較甜 就要把那個糖加糖 泡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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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吃好 這樣起來 它就會甜 這個糖在那裡 就是 沒有要說 其實你用一點糖 這樣去烤 因為這烤起來之後呢 它要有一點 這個特名特名 這種 所以 這個糖是一個關鍵 這個關鍵 所以這 我們在做的這種 泡沙乾 這個通常 它是叫做糖製果乾 所以 外面在賣 是一種 這一般來說 是有這種 這個 這個 你如果說 沒有要把糖 放得太多 它就放不久 因為這裏 就是這個 這裏 沒有知道 放得太乾 所以 這種 最主要的 一個糖 要放得太多 就是 要去保護 它的 這個 不要讓它生過 這個通常是 這種情形 大概是 這種 做法 可以讓你 做一個 了解 如果我們在家裡做 如果不像剛才說的 一種 這些 流程 這樣 還去把它湯過 又浸湯 它做出來 這個 褲子會比較濕 所以你 做出來會濕 是正常的 會比較濕 但是這種東西 不要讓它生過 你如果把它放不乾 它的 這個 泡茶也好 還是說 但是 只吃得比較硬 它的東西 因為你沒有用糖 去浸過 只吃得比較硬 但是 一般來說 就是說 在這個 我們在做的時候 通常你可以 來幫他 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如果是可以 稍微把他 調出來自己的口味 我是覺得 盡量這個糖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通常是 有這種情形 這大概是 這種 折返 有人去改變 有人去改變 這種 這個 就是說 它可能 那個味 因為芭樂 我們知道 芭樂粉 是不是很好吃 所以先把 芭樂 給它 整體 製作 用水 浸 開 一樣 它也是用 燻水 湯 湯 湯 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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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 沖 沖 芭蕾軟軟 你那個東西輕輕的 把它用搖搖搖的 所以你現在讓它去堵 它有糖 有這個莫仔粉 它現在芭蕾的湯會造出來 因為我們過糖過 它的湯會造出來 湯造出來之後 你把它放一個 簡單來說 就是稍微把它煎一下 看你 那個氣味你自己要去調 去調味道 有的人說什麼東西多少多少 那都不一定 那個氣味就是看來 去調味道 我們自己咬它的味道 現在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它會出湯 出湯 我們就把它勾起來 放到湯 你把芭蕾 一片一片有糖過 你把它放在盤上 用烤箱烤 不要超過一百度 差不多要烤三四點鐘 三四點鐘 你把它烤 稍微把它放下來 這個效果 它烤出來 這就是比較好吃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這個烤起來你如果覺得不夠甜 覺得吃點又有味道不太好 你還可以再加一點點糖粉 一點點 烤好 因為烤過後 我們會去它軟軟 讓它留 你再用 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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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起來就差不多 差不多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的 另外一種的做法 有的人覺得這個芭蕾 做芭蕾蕾 這種泡蕾來喝 這個效果不錯 這很多都有這種的公法 那麼其實這芭蕾蕾是有用芭蕾的膏和芭蕾的芭蕾 它這個還要清乾 肥蕾 肥蕾會衝進去 用一些比較厚性的 比較小顆 比較難食的這種 去給他泡 只有有人 做這個芭蕾蕾 這是另外一種的一種這個做法 這通常是 只是把他切一切 這樣而已 所以简单來說 這做法 還有另外一種 那種通常做起來不是蜜餞 這比較沒問題 不過我告訴你 這種是一個做蜜餞的一種方法 其實這些東西在做蜜餞 差不多這個管理都差不多 這種杜索我們在做 差不多都是用這種做法 其實你要自己做的 這個湯不要太多 做起來的芭蕉乾 要不要吃 那個味道其實蠻好的 其實有時候外面在賣比較大種口味 他可能會 用很甜的這樣 他用了太甜就沒辦法在吃這種東西 一般這個東西 如果是有適當的 用去幫他做一個處理 這起來的效果很好 這裡面有一個 他這個味道買得好 做芭蕉乾 這個開口買得好的時候 一定要去染一層 這個蜜餞 就是要帶一點點 因為我們有染糖 你只要糖不好吃 所以你要染一些蜜餞 在這個市民上 在做的時候 他是染什麼東西 染這種檸檬酸 食品級的檸檬酸 他去幫他做這個東西 所以這簡單來說就是 這個做法就是 我們先把他洗乾淨 切開 蜜餞 來切片 切片的時候 不能讓他變蜜 所以要用鹽水去泡 鹽水裡面 就要加蜜餞 那個味道就會更好 他也比較不會變蜜 這一個 再來昆水穿路邊 把他放過昆水 放過昆水 然後 鍋起來 我們先讓他 堵冷水 還是說有的人鼓起來 一定要等 堵冷水比較不會太暖 不然 湯湯的有湯匙 堵過冷水 變得暖暖就不好吃 所以你堵這個冷水 堵冷水起來 鼓起來 就要死 這個味道 就是這個時候在調的 我染一刷糖 染一刷麻糬 我來幫他放過 這大概就是這個生片 這大概 是這樣的 這個 這個做法 至於說這個東西 要在滾水裡面 要湯多久 芭蕾如果比較硬 你要吃軟 譬如說你的芭蕾原料比較硬 你要吃軟 你就多湯 你如果是這個 譬如說芭蕾比較軟 你過一個燒水這樣就好 因為過燒水還有一個很大的用 有一個美菌的作用 那麼有時候最主要是 它是用燒水過期之後 它會固定那個燒 在新的這個規定比較不會翻黑 這個倒數是這樣 這個泡熱水 泡熱水 這個時間兩分鐘是極限 一般來說是 沒有需要到兩分鐘 就是說差不多 如果是我們要切 因為這大片細片有差 所以你如果要切多一點 可能那個時間 你就可以控制這個 好適 那麼這在這裡可以讓你 稍微知道 當然這個東西就是 自己要做的 不一定要用 這個 加這種檸檬酸 你自己可以用一些蕾蕾 摘 還是說用這個麻糬 它裡面就有那個酸 就是說 我們強調味道就是要有燒 有蒜 這樣起來 那個芭蕾 這個芭蕾 就很好吃 這個有的人 他會再染一些這個中藥 要染中藥 他會染什麼東西 染陳皮 一個染陳皮 陳皮其實是要 要愛他的那種 甘味 那種 那種香氣 那種 那種 染下去他就會說 他這個叫做漢方 這就是一個有南中藥 所以叫做漢方的這個 這個芭蕾 那麼有人會去 反正這種東西就是 用陳皮 用鮮渣 這些東西下去 他就有那個酸 我們就是要 調味出來 這樣 所以這大概是有這種 這個做法 這個味道 你要做到什麼 處理處理 你就跟他一起看看 想看看 在我們的頭部 你會覺得什麼東西 和這個可能比較配合 你就跟他染作會 染作會 去跟他這個 加在一起 那 去把他起氣 這個味道 其實就是 鮮渣陳皮 這類的這個 這個味 這通常 可以讓他 看他滿好的 這個氣味 這通常是 是這樣的 這個情形 所以這讓你稍後 做一些參考 那麽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 我們就黑白冰 冰出來 其實 很費工 但是我覺得 出味出味 最重要是 這種情形 有時候就是 這個東西 那 去嘗試看看 這 有時候做的 自己做的 其實是 要的是什麼 好玩 做出來 有時候還蠻好吃的 你如果剛才說的 一種方式 做起來 就穩穩 但是 那個氣味 你自己要調 沒辦法 跟你說幾斤多少 幾斤多少 我是建議 那個 病毒 綠化鈣 還是 膠壓磷酸 這種的 這些東西 我們自己要吃 自己在做 這就不要浪 反正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放幾個冬 我們做好 我們就是冰箱冰的 也不用洪浸 你吃起來 其實 你如果是把它放在 那個冷凍 可以放很久 做好之後 這個 就還蠻 他用那麼多糖 的一個目的 其實最主要是 糖 可以去延長 他保存的 這個時間 所以這在這裡 讓我們 這位好朋友 你可以先做一個參考 做起來 其實蠻有趣的 那其實在烤 烤這部分 還是有技巧的 比如說 色味比較好 可以熱風 或者什麼 比如說 你們家裡有這個 這個旋風式的 什麼以前有一種 旋風式熱烤爐 那種東西 那叫烤雞不是嗎 對 人家在烤雞 那裡烤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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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很好吃 因為他有風 他比較不容易悶著 所以水汽冷的速度 還不錯 烤起來比較Q 這個很特別 他的 他起來就不會這樣很乾 所以 理論上來說 這個東西 其實也還很不錯 所以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有很多人 有這種色味 比如說 買回去之後 剛才做一遍 那裡就收起來 很多都是這樣 比如說去上課 去學做這個鳳梨酥 這個感覺 還沒貴 那種色味真的是沒貴 要用一遍之後就算了 這樣比較拿來烤雞 結果 也是去買買比較方便 這樣 有時候 這種 生活就是這樣 如果是 簡單說就是 叫做瞎折騰 有的人就是覺得說 很敢去冒險 家裡 家裡 這種人很好 但是就是 不用請 去吐槽 做得不好吃 我們應該是 來檢討 說 這後面可能 怎麼會比較好吃 不是叫你不要貴 你又哪裡貴 其實 稍微做一下 有一種成就感 這個 有一點成就感 我認為 效果其實也不錯 我都是很鼓勵 很鼓勵大家 我不會貴 人生總是要有一些 工作 你在做的工作 不是為了生活在做的 這種東西 也不是為了生活在做 純粹 這個儲物 有的說做饅頭 要去買就好 吃那兩顆 我剛才翻到一步 但是在這個過程 是這個上我們很享受 自己做 不一定比較好吃 但是 炒頭的小孩 總是自己放 也很嚴重 所以 這個部分 可以給予好朋友 稍微做這個 了解 如果在這製作上 如果還有困難 你再告訴我 大概這個原則都差不多 我的運 我可以讓你 是這樣的 因為以前 我們做巴拉官 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我們在台學的時候 做過 所以憑一點點的印象 是要讓你知道 如果有濕味的太濕 你就要脫色 如果是沒有濕味的 你就不用脫色 如果有皮就要去皮 這是錢處理 往回推 你就知道你這個東西要怎麼去做 這大體上是這樣 所以這個當時就會寄的還不錯 好 這給我好朋友 先了解一下 好 來 633-8601 節目這次呢 先見對 我們珍阿伯這個芭樂館 我們先做一個答覆 那其中的聽友 如果你隨時有任何的這個問題 有住宅使用上的事情 做不方面 無清楚 無了解 我們都可以在白日後白日後 暗頭6點至8點 至2點中的節目時間 叫我們控告 633-8601 我們計程中的 同樣是頭過的網路 收聽我們4點至6點 最后的8點至10點 可以再聽我們今天的相關內容 有意問 這裡還有腳來問 好啦 那既然都已經開始了 那我們第二小時再來跟大家講這個環境 綠色給付的一些相關問題 阿老師我們先來看喔 其他聽友又繼續跟你請教的事 我們就來看許成 許成說喔 他如果現在如果是落這個 枯頭酒灰 要讓火雷去環境 明年1月15號 他要種小黃瓜 這樣子可以嗎 這個沒有問題喔 因為民間就是說 你現在落了1月15號環境 最主要 他在落的時候挺辛苦的啦 所以你要比較辛苦一點 那麼他的最主要就是要噴到嚼 這個最大的這個這個這個輸球就是這樣 所以這沒有關係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把他落 就落1點口頭酒灰 這個一定要戴手套啦 然後刮口罩 因為這種東西 裡面總是有一些是對我們人 他不會怎樣 但是很不舒服 你說比較不舒服 所以你把他抬一抬 這個要抬這種 這個副頭酒灰 注意那個風色 這個反正他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你讓他蓬一下 這個2月15號要製造 這個沒有問題 他隨便蓬下去 因為酒灰的環境雖然是更快 但是他如果是有刷開和途中去混合 大概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所以你放心可以來幫他這個使用 這大概是 就是說我們剛才說到 這個用起來比較不舒服 我們盡量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手就掛好洗 其他大概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用量 你自己要稍微准择一下 就是說最好就是不要一次用到百 就是說不要有人說 我的改善土壤一次就要用到百 最好是不要一次用到百 那麼這個部分呢 可以讓他稍微慢慢來 不用說我這水用 我要攀橫 我後一水再用 如果是要攀橫 後一水再用 這個這樣起來 慢慢慢慢他就來改善 不要一插就要用到夠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建議說每一邊在使用的時候最好 不要超過八十公斤 最好不要超過八十公斤 這裡面還要配合我們的一個土壤 譬如說你PH已經到六 已經有超過六 甚至一些特殊的作物 不然一般來說 像如果種小黃瓜 PH已經有超過六 難得不用再用口頭 我們通常就是說 六一直六 六到五點八 五點五的時候 最好是要用一個 就把他Q起來這樣 這有時候是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後來知道說有落下來不落下來 你可以用廣用市值 跟我們電台其實還準備了不少 有很多好朋友都有拿到 有拿到這個廣用市值 所以如果說有需要 你就稍微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可以拿一些送給你 你可以稍微試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他的PH值的變化 所以這給你稍微做個參考 好 來 633-8601 何振榮的問題是要請教老師 有關的 他住在台東的弟兄 老師 這有期了已經 已經賺兩次 賺錢還不可以繼續賺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他說 如果是萬條重生賺錢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繼續賺 有人說贏這個 請酒杯 這樣這樣不可以 已經賺過兩遍 這個東西就很難說了 因為牛番茄 這種番茄有這個連作障礙 並說你賺兩遍 再來賺這個 用加接苗 加接苗因為他比較不會到青枯病 所以或許還沒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我們很怕 因為這不是只有青枯病而已 有時候你在做的時候 比較容易有這個 防疫的衛生病 雖然我們有在灌這個 病菌 所以你可能病菌 你如果是要拚看 這個病菌 你要營 那麼可能在宰礙的時候 你會灌三遍 這是對 但是病菌 在後這個 最重要青枯病 青枯 也是一個要去結合一個障礙 目前很難去翻過 這座大山就是青枯病 就是說 我們連續的時候 最大 最讓我們撞不住的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青枯病 青枯這個問題 讓我們 很難去超越 所以 或者是建議說 你如果想要種 可能最好是可以過水殘 如果沒有這個風險 會對到你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第五遍 這個風險的等級是一直往上加 有時候摸到一百年回頭 都沒有什麼樣的 直接好過 所以這可能是要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很多現在 這個牛番茄 也有人在做 一個這種 架接 就是說它也是生產 就是利用番茄 野生 野生的一個番茄 還是加工番茄 它是抗青枯病 然後它抗線蟲 這種的耐線蟲 也不可以說抗線蟲 跟耐線蟲 抗青枯病 成功比較不對 他去做這個架接 架接後來把他抗 那麼這種可能 效果其實還不錯 所以如果要抗 可能你要考慮 考慮這部分的問題 至於說用這個藥蟲 這是不是豆花豆去殺菌 還是什麼樣 一般他們在用的 可能是生死蟲 這種 這種青藥蟲 青藥蟲 這個藥蟲 他把牙齒放進去 他就是靠這個 並說 他承接下去 讓他有一個 這種高溫 或是什麼樣的 利用這種 這個 來 來營 這樣 這大概是有這種 其實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說如果你的頭 如果不是不是酸性 結果你已經是 我們有時候 蒸我們已經有這個金性 金性 你再用這個藥蟲下去 其實 蒸蟲也是說 比較沒空 那樣好 這有的是去看 那個青 我們看青的時候 有一個石灰彈 就是說你有時候看到 那個可能是帶了一個 這個飼料 你直接去 直接去把他 這個 看他 石灰彈 就想說 就焦灰這樣 因為你彈你就把它忽略 所以 不知道石灰彈是什麼 石灰彈是什麼 石灰彈叫做青藍 石灰彈 CACN2 就是我們說的黑肥 所以 他是叫你用黑肥 不是石灰 不是藥灰 因為藥灰 因為這個黑肥有一點毒性 所以這個毒性 在處理 這確實有一定的 這個效果 但是那是一個成本 所以你也是 這個大概也是可以去 很多人在用 不是說 這確實是有人來 做一個 這個處理 至於說 直接就是去用這個石灰 生石灰 好 生石灰 跟石灰最大的差別 就是它比較燙 所以它的發熱 用到水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這個發熱 這個發熱 這其實 對這個頭上 他人家說 這樣就一定的效果不見得 這其實還是沒辦法去 去解決到這個連作障礙的這個問題 所以 我個人是 因為你如果是沒有過水產 你如果是 已經就種兩邊過了 就兩邊過了 稍微冷一下 這個地方要扒 萬條要犯頭 你是不是有一個時間去政策 補產 還是堵水 這其實 兩邊過的那個問題就 就還是比較大 這個連作障礙 這一定是很容易 來跟它發生 這個可能 我們在這裡等會兒 做一下 了解到 所以 感冰 這個連作的這個問題 其實還蠻嚴重的 尤其 青膚病 這個青膏 還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是不太建議 不太建議 就是說繼續 有的說 保護美麵菌怕什麼 美麵菌對青膏就沒有效力 有的說 我用這個液化澱粉 你還幫我感冰 你試試看 你如果是好大 你試試試看 絕對是讓你飽了水 這個沒有辦法 就是 就不是連作在地 稍微對就 就不見得能夠壓得住 所以 這在這裡 有時候確實是有 某一種的一個困難 這是阿嬤要跟你說的一個重點 我們在這個要恰恰到 這個連作障礙的時候 修繩 修繩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品證 可以去 抵抗這種青膚病 還是什麼樣 沒有 目前我所知道的品證 裡面沒有這種的一個優良品種 還是說你選到這個價接苗 這個東西就可以去抵抗 這確實價接苗 對青膚病的一個這個抗性很好 同時他有辦法拿出來做價接 就有一點點抗性 那時候就有機會去拚 你若是沒有用其他的這個方法 不然都沒有建議 這是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這個看法 這提供給我們主義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因為你地上在增 也是算高溫時的這個 你地上在增這個感冰 你增的時間就是你白樓後增 這個溫度也是高 所以青膚病的這個問題 有人存在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殺傷力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是不建議 不建議 酒杯也請酒杯也沒有什麼樣的效果 這沒有那麼大的一個效果 這是大致上是這樣 讓我們主義的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 來 接著看我們的黃太偉 他問老師的問題是 我們正路順的第一年 可以拆收 有人說第一年 要留的 就是說要留的做部長 不可以拆收 也有人說第一年可以收 老師實際上呢 實際上就是看你爭了好還是不好 譬如說那是你關口正雄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麼我是建議說 第一年就把這個本子收回來 第二年還收的都是中的 這樣比較是一個正確的 一個這種 管理的一個模式 因為這頭一年 路順沒有那麼多部長 讓你留 你也不用說 這個算一定就是要 一定是要怎麼 所以這基本上 通常是第一年 第一年就能採收了 在那 種的時候出問題 這 如果沒有呢 一般來說 大概第一年 第一年就能夠去採收 那麼在這個路順 其實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在我們 在廣告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 路順 它的優異 優異 對這種肥料的 這個輸給量最多的 這個大 所以 一般來說 就是說這個蛋的量要夠 再來吃肥 這個鉀 它的鉀力 它是從金補出來 所以鉀力的一個 所以你長剛開始 剛開始這個小長的時候 就是那個 蛋數不要太高 但是它長有在大 鉀有鉀有鉀有鉀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它所有的在 肥料 不會很膨脹的 但是它的營養 有那麼多 累積在它的這個金盤 現在開始在複印 那個時候 它開始在複印 那時候要大量的淡肥 所以在複螺順的時候 那時候肥要衝 所以這通常是這樣的 這個做法 所以你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很多人是倒閃 就是說 小長的時候 顧到一半 這沒什麼政客 因為你 那個光合作用效率 就是說 肥料不用很多 複印也不用特別多 但是就是說 有辦法讓 那個營養分類 在這個金盤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麼 你如果是可以在這方面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個肥料的這個 這個肥料的這個好色 這個德手 都有辦法 把它做得很好 就是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很不錯 這在台灣來說 目前 目前 不籌賣的這個 這個做不算基準基因 你如果是做了好色 它不太不籌賣 那所以頭一年 頭一年你就能去賀 當然那如果是 賺了不好 他這個肥料 或是要去賭到水 或是什麼樣 所以 他就要死董事 要死董事 你不把老婆挖起來 才有可能 那時候也沒什麼 沒什麼肥料 讓你去 去採收 所以這最主要是 這種的一個情形 所以 其實你是在 這種肥料 就可以去 第一年 第一年就能去 來幫他採收 一般來說 譬如說你十月 十月前 就 定值 我們現在說的是定值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那時候就差不多 五個 準備賣 那時候還要漏 漏漏 三月 四月 五月 差不多 六七個月 六七個月 一般 五五個月 以後 你就開始有這個 就有這個羅順堂的漏 第六個月 第五個月 第六個月 六七八九十 這個 他可能就是 三個月比較少 我們說十月正 十月正 十月正 現在來 這個 十月 十二 一二 零 等於你掌控這個好 三月 他就開始 可以 歐羅順 現在 最大的 這個 是四月 四五六 跟七月 的時候 那時候 可能要 稍微給他照 稍微給他 老婆爭 七月 老幾月 因為他好像 歐四五月 他好像歐四五月 那歐四五月 你就讓他 老婆爭 那時候 老起來 還會遇到鋒胎 所以 最要注意 要把他整理 你 還給他 訂補 那時候 補財有時候 他長 那時候 他的生長期很強 他大 他可能 八 九 十 有時候 還可以當歐 所以 應該是 東年正 東年 你說 那年正 譬如說 十月正 十月正 不可能 十月十二月 那年就要歐 這通常 他五個月 大概 五個月以後 他就有辦法 來給他 這個採收 歐到變小季 還給他 一個 之後 還起來 可以繼續歐 所以這通常 是 這種 管理的 模式 我是覺得說 不用太 這個 沒有那種 什麼 種類第二年 才可以歐 得順 可能得順 要過 比較久 不然 種類之後 可能 我們 在 第四個月 第四個月 他在背後 背後就準備 給他 給他歐 這個時候 他就有可能 差不多有一個時間 但 大致上 這通常 就有一個 還可以 去採收 這通常 是這種 政務 在台灣有 兩種做法 都可以 有一種叫做 劉母精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種 歐歐歐 現在 老了 還會發財 發財 之後 這種叫做 老沒頭 在國外 他們比較冷 所以他們在 開村的時候 都正正正 正正到 大人 五個月過 對吧 他們45678 456789 到9月 他們就冷 所以那時候 路順 都 都是 所以他們 把他 跟他 蓋住 現在就 就小 蓋住 土教堂 第二年 我們二月三月那時候 他全部的路順在他裡面 他蓋背頭 他會從他那裡給他抖開 這種叫做不留母親 就是說他的土下邊都給他掃掉 抖路順的時候做一遍 抖到後 抖後的時候 全部都給他拋開 然後抖抖的收拾 他就拾 又準備要再做新的 我們在台灣獨創的 這種政法 全世界 在抖路順 古早時代 台灣還沒開始抖路順的時候 是都剛才說的 這種不留母親 就是說撤掉 給他定化的這種做法 我們台灣種的這種高產量 留母親上樓的 給他更新 每一年 可以換兩邊做油 兩邊至三邊 給他收幾十塊 這種的產量很高的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獨創的一個 叫做適合我們亞洲代地區的一種 財布的方式 這種叫做留母親的方式 所以這種路順的政 怎麼可能說今年 政明年比較多 所以這不對 所以今年 政明年可以抖兩邊 可以抖兩邊 這有一邊中的稍微 變小肌 你就要抖 抖沒有漲 再把他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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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如果抖三個 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牡頭就是說 現在在抖差不多四肌 四肌 五肌 一毛我們四五肌就好了 太多也沒用了 把他抖起來 讓他稍微 我們如果是變小肌 我們就開始抖 不要再抖了 不要抖掉 抖著抖著 讓他重新去 重新去 抖起來之後 我們就把這些 抖的那些 抖的都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 這樣 這種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種 這通常就叫做 這個留母親的一個栽培 所以這在這裡 讓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那麼 如果是監獄 如果是監獄 我是感覺 我是覺得說 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一定要做好 這個肥料 這方面的一個管理 肥料一定要 肥料的管理 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做好 注意這個淡肥 初期的淡肥 絕對不可以太過頭 漲 不要太過頭 不要太過頭 這通常就比較沒有 這種的一個問題 那麼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大概是 這種財布管理的方針 那對於羅順的一個管理 其實它很幽露 所以你如果說在這裡面 有任何的一個 這個 算比較 在這方面比較不了解 其實 我們台南股農業 農業 農業 在今年 改正有出一本菜 設施 設施 盧損栽培管理 技術 你可以去參考 看看 這本菜 我覺得這是一個經典 這個 這個東西 其實很多人 很多人 是拿這本菜 只拿這本菜 在大陸 就能騙一騙你 大概你一個月 可以領不少的錢 因為羅順 在大陸 也是一個不便宜的這個作物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 你就去台南股農業 跟這本菜 拿來看 研究一下 你就知道 不然跟你說什麼 好 好 來 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今天 第一點之後 先檢視已經到這裡 待會 說到最後 馬上吃個回來